哈喽大家好 我是Vicky 那么今天呢 法国现在已经在解封的第二阶段 餐厅和酒吧都已经开门了 然后现在呢 就是可以实行的是那种露台制的 就是如果他们这个餐厅搭建了露台 那么客人呢 就可以在露台上吃饭啦 喝酒啦 喝咖啡这样子的 然后所以我带你们进来看一下 法国的露台呀是怎么样子的 然后人多不多呀之类的 因为在19号的时候 是第一天开放嘛 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 这对于法国人来说 就像一个节日 因为法国人也是在家待了非常久 也是非常辛苦的 对于所有人来说 因为法国人本来就特别爱出来聚餐 特别爱出来玩 特别爱出来运动 那对于法国人来说呢 也都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那么现在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法国会怎么布置他们的露台 然后客人多不多 然后就餐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 那我们就去看看咯 大家看到那个蓝色的那个餐厅了吗 看是不是就是有很多人都在就餐 然后大家都在吃饭喝酒之类的 这其实就是法国正常的生活状态 他们都很喜欢就是在酒吧喝酒聊天这样子 尤其是星期五 因为星期五之后就要周末了 他们现在就已经是一个周末的状态了 对于法国人 那就是搭建的一些小台子 那个就是露台 如果建造那个露台的话就可以 就是餐厅就可以 就是餐厅就可以留夜 然后客人也可以躺食这样子 现在是不能在餐厅内进行就餐 只能在餐厅的外部 因为有足够的空间给人们呼吸之类的 这样子也是为了病毒 很好的就是控制吧 这么说 而且法国人还都是很文艺的 你看都是用这种花花草草啊 都会装饰他们的露台 因为现在刚刚五点 所以圆还不是很多 但是 已经还是会有法国人在这就餐了 这边也是对哈子就比较简单 对面呢也是个酒吧 也有一些朋友啦 人群啦 他们就会在那里喝杯酒啊之类的 这其实就是法国人的周末 其实我觉得法国人不是很爱就是待在家里玩游戏那样子 他们的娱乐时间 娱乐活动 就是喜欢去外面 就是野餐啦 或者是在伴儿和朋友聊天啊 或者那种喝酒啊之类的 但是现在呢 如果是有一些餐厅 它没有那个地方搭建那个露台 就是那样子的话 它是不可以营业的 这样子的话 那个餐厅就会比较惨 就是 损失就会蛮大的 大家看到前面那个红色顶的那家 酒吧了吗 是不是有好多人 有好多客人就有那种三五个好友的呀那样子 就会在那里喝酒抽烟 这就是法国人 这就是法国人的生活 他们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多的那种 比如说玩电脑啦玩游戏啦或者怎么样 他们就是比较简单的生活吧 可以这么说 然后对面也是那个餐厅搭着那个小小的一个露台 然后大家吃饭喝酒这样子的 但是这家餐厅就比较惨了 这家餐厅就是关着门的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地方是露台的 只有这两个桌子 所以它就不现在就没有营业 所以还是对于餐饮业没有完完全全是输出吧 就在这里这么说 但是如果你的day house比较大的话 就是说你还能就是回回血这样子 虽然其实这个疫情对餐饮业的打击非常大 但是有了露台之后我觉得还是能弥补一些亏损 但是如果一点都不开的话 这样子的亏损是非常大的 而且从5月19号开始呢 有很多商店都开门了 我今天还去了香榭丽舍大街 就是香街 很多店都开门了 人也非常多 就感觉往日的那种 那条街上的那种辉煌又回来了一样 在过去一年里呢 就是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 因为路上也没有人 现在虽然没有游客 但是本地人也会常常去香街 我前面呢是一个意大利的一个披萨的一个餐厅 他也是准备好了这个露台 还放了一些小花花 当然我感觉这个露台有点简陋 这个餐厅有点简陋 他还要正在施工呢 还放了一些木材 这家店呢是一个法餐的餐厅 据说这家店非常好 这家店好像暂时还没有对外营业 就只能是打包的 他们现在也在准备准备这个露台 但是还没有建好吧 可能是 但是已经放了一些小小的装饰啊 还有那种小灯泡啊之类的 可能之后弄完也会特别棒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 法国的餐厅和酒吧开了之后 大家的返运 然后就餐的人 还有法国的露台呀 是怎么样子的 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 想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咯 拜拜